先武同修 第139集 躲了那么长时间 好意思吗 老东西 柳如月一声娇和 将腰间的小红刀快速地拔了出来 刀身在手中快速旋转 带紧猛烈的气流 瞬间狂风大作卷起无数的尘埃 萧尘不由地微微闭上了眼睛 傻 旋转的刀身拖掌而出 在空中形成一道狂暴的飓风 飓风之中有凛冽的航光呼呼作响 向着天边的白云气势如红 席卷而去 飓风在空中急速而去 随风而涨 转眼间就变成了一道长宽数十丈的飓风恐怖如斯 九天之上 一阵惊天巨像传来 飓风狠狠地撞上天边的白云 一团白雾 缓缓地出现在了天边 众人的视野全部都被吸引过去 众人不明白 这柳如月无缘无故地攻击天上的白云做什么 当云雾散去之后 众人看清天空中的景象 心中俱是惊讶万分 天空之中 宋缺静静地停在上面 右手夹着柳如月的那柄小红刀 脸上的表情波澜不清 平静无比 像是一名入定的老崩一般 此刻她站在九天之上 身上的气势内敛 平静得如流水一般 可却有股威严自然而然地从她的身上流露出来 让人的心中无端地生出一种渺小的感觉 丫头骗子 气我避云风无人 宋缺冷哼了一声 声音并不大 却在柳如月等人的耳边不停回荡 瞬间搅得人体内气血翻腾不息 显然这种声音当中蕴含着一种高超的秘籍 话音刚落 宋缺屈指一弹 手中的小红刀在空中化作一道流影 绽放出亮眼的光芒 瞬间破开空气 形成一道长长的气劳 向着柳如月飙射而来 那小红刀转瞬极致 一袭之前还远在天边 眨眼之后就已经飞到柳如月的身前了 刀身之上携带的力道惊起了一阵狂风 地面之上染血的尘土被狂风卷起 向着四周肆虐而去 煞时间尘土飞扬布满整片空间之内 这就是巅峰武王的实力 屈指轻轻一弹就有如此惊涛骇浪的气势 锋芒所过 崩扇烈势 提振清脆的铿锵之声 从飞扬的尘土中传来 待尘土散去之后 众人看见柳如月横刀在前 刀身抵住那从天而降的小横刀 嘴角处溢出了一丝鲜血 小横刀在月影刀刀背之上不停旋转 柳如月右手紧紧地握住刀柄 左手抵在刀身之上 可即便如此 柳如月的脚步还是不停地向后移去 脚步与地面摩擦 沙沙之声响个不停 情况危机万分 要是柳如月最后支撑不住 那么小红刀就会当场直接 管穿柳如月的胸口 之后必死无疑 萧辰此刻心中焦急万分 可此时却只能干着急毫无办法 柳如月现在正处于一种 微弱的平衡当中 虽然危险 但却暂时没有生命之危 他若是出手相助 这种平衡会被立刻打破 如果没有武王的实力 那么根本把握不了这股平衡 出手之后 只会让柳如月死得更快 就在这时 柳如月的体内突然窜出一条白龙 白龙在柳如月的身边盘旋一周 龙头对着天空中的 宋缺怒吼了一声 瞬间龙啸四方浩荡无边 一股庞大的威严朝着宋缺席卷而去 天边的宋缺微微皱眉 身体在空中一顿 身形稍稍动了一下 小横刀之上的气势立刻为之一弱 柳如月抓住这个机会轻贺一声 长刀一摆彻底甩开了小横刀 伸手一握 接住将要落下的小横刀 难怪这小横刀的力量如此强横 原来上面留有送缺的一缕契机 只有断了此契机才能破掉此招 堂堂巅峰武王以风之主 竟然对一个小辈出招如此之狠 实在太不知羞耻了 萧辰的心中恨恨地骂着 突然出现的白龙应该是柳如月的武魂 武魂离体 不到万不得已 没人会这么做的 萧辰看着重新回到柳如月体内的白龙 他觉得有点眼熟 只是一时想不起到底在哪儿见过 宋缺剑此招被迫 脸上闪过了一丝怒气 自己费尽心机的一刀 虽然没有用尽全力 但是威力也是不俗 居然被一个小辈给破去了 宋缺觉得面子上很过不去 他冷横一声 身体从九天之中 带着无边气势直接落下来 双脚重重地踏在地面之上 激起一道猛烈的气浪向着柳如月盆涌而去 此时的柳如月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哪里还能抵挡住巅峰武王的会心一击呢 他的身体立刻被气浪击飞出去 萧辰健壮连忙飞身上弦 他快速将柳如月接住 拿出了一枚补血单 不容拒绝地位入柳如月的口中 都爷爷辈的人了 也好意思对一个小辈出手 你不觉得羞耻吗 萧辰将柳如月符号 对着宋缺弄目而示 宋缺只是静静地看着 他没有说话 此刻他身后躲在人群中的宋千和开口 我爹什么身份 轮得到你这样的狗屎都不如的人 这样说话吗 萧辰看着宋千和冷笑 求婚不成 就耍下三滥的手段 想借旧人只要来威胁别人 能够交出你这样儿子的人 可以想出你爹究竟是什么货色 上梁不争下梁歪 这种货色 谁都可以教训 宋缺的脸色涨得通红 宋千和干的那些事 全部都是他默许的 虽然他知道不对 但是还轮不到一个小辈如此说的 瞬间 洪水滔天般的杀气 以及巅峰五王的气势 肆无忌惮地朝着萧辰滚滚压去 宋缺冷若冰霜的脸上杀气壁露 无知小辈 敢再说一句吗 此刻萧辰体内的青龙五魂不停盘旋着 身上的压力顿俭 他目光直视宋缺 毅然不惧 为老不尊不知羞耻 礼仪廉耻全无 我骂你一声老混蛋 怎么了 怎么了 很显然 萧辰是抱着必死之心说的这些话 堂堂巅峰五王恐怕不用一层的实力 就可以轻松地杀死萧辰 但人贵有志 堂堂男子汉活在这世界上 不就是为了一口气吗 对方如此不顾身份 以强凌弱攻击自己的师父 更何况 柳如月早就身受重伤 对方还吓得去手 那么自己这个时候还不出生 一点骨气都没有 那还算什么男人 还不如死了算了 宋缺的脸上布满寒霜 自从他当上封主之后 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年 有人敢这样骂他了 而且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夏品大武师 鸭尖嘴力 不怕少了舌头吗 给我去死 话音落下 宋缺的身体开始模糊起来 如流水一般向着消沉飘去 锁过之处 皆是向河流经过一般 地上的鲜血 居然被扫得一缸二净 流云三影 萧尘暗道 这流云三影被宋缺使出来 当真如行云流水一般 没有任何的拖挡 一切浑然天成 道法自然 恰如奔流的江河一般 让人感觉不到任何的危机感 这要是放在一天前 萧尘肯定抵挡不住 宋缺已经擒颠峰的流云三影 但昨日萧尘在密林之中突然顿悟 进入上扇若水的境界 对着流云三影的理解 达到了一个前人无所理解的境界 萧尘将柳瑞月轻轻一抛 送到柳随风的手中 随后心身一片宁静 他努力回想着昨天的那种状态 此刻的宋缺看似毫无杀招 但是萧尘却知道 如果进入不了昨天那种忘我的境界 那么立刻就会被宋缺击杀于无形 在这种生死危机的关头 萧尘瞬间进入昨天那种境界里 整个人化作一汪平静的大海 波澜不惊 在外人看来 两人的身形都变得模糊不已 一个人好像是奔流不息的江河 另一个人是平静不起波澜的汪洋 江河与大海互相碰撞 一阵激荡的气流向着四周猛烈散去 溅起无数的水花 水花建设在空中 发出剧烈的爆炸之声 犹如惊涛骇浪般震耳欲聋 连绵不绝气势磅礴 宋缺向后退了三步 他心中惊骇不已 上山若舍名 只在传说中只才能掌握的异境 他怎么可能会呢 一瞬间巨大的力道流进萧尘的体内 一瞬间萧尘有种几乎又撑爆了的感觉 他连忙将这股由宋缺打进来的气劲散发出去 石海之中 他化身的那片汪洋 波澜不惊的水面之上 在将气劲扩散出去之后 立刻惊起了一道道骇浪 反应到现实之中去 就使萧尘身后的土地之上 突然不停地爆炸起来 卷起一道道尘埃冲天而起 怎么可能 就算这小子掌握了上山若水的意境 也绝不可能接住我父亲的意涨 相差的品级太多了 远处的宋缺和无比惊讶地说 在他身后的一群人也都想不明白 远处的柳如月双眼之中闪过一丝一色 已经有很多种 文剑通灵也是一种意境 而掌握了文剑通灵意境的他 稍稍可以理解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如果一个人将某种意境领悟到极致 与人用同样的武器对招之时 会占到很大的便宜 他自己就感同身受 宋缺冷声说 上山若水 我倒要瞧一瞧 究竟有多强大 巅峰五王的骄傲 让宋缺不能接受 自己练了一辈子的流云三影 居然会连一个小辈都不如 画壁之后 他又化作一条奔流不息 汹涌澎湃的江河 朝着萧尘滚滚而去 萧尘眉头紧皱 他不敢大意 谨守心台 演化无边无际的汪洋 上山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萧尘的心中又有所明误 这流云三影从根本上讲 只是一招防守反击性的武器 强行将其演化成攻击性武器 只会是本末倒置 舍本竹末 而宋缺 他根本不理会这个 仗着自己的境界 他不停冲击着消沉 一声声惊涛骇浪巨响 响个不停 瞬间周围的空气都开始震荡起来 震荡过后 便是连绵不绝的爆炸之声 围观的众人不敢太过靠近 纷纷向后退去 平静的海面之上 被宋缺冲的惊涛海浪 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巨浪 浪声滔滔 声势害人无比 汪洋之上 消沉就像是一夜随风逐流的小周 随着浪花起起伏伏 像是随时都会被吞没一般 可是一来二去的 这夜小周就是没有被吞没 依旧随波而去 颠簸流离 毫无意外地 宋缺再一次退了回来 他已经冲击了上百次 巨大的力道 每次似乎都差一点 就可以将消沉撑爆 可每次都没有成功 这一次他彻底没有耐心了 眼神之中露出 极不耐烦的神色 他右手一招 一柄闪着寒芒的后背刀 出现在他的手中 瞬间杀气弥漫 宋缺的心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想杀一个人的时候 而且还是一个平时根本就不会用正眼去看的下品大武师 开山斩 给我破 宋缺大喝一声 刀刃划光内敛 没有任何的花脚 却带着开山烈石的气势向着消沉怒屁而去 瞬间就破开消沉跨在无形的汪洋 不好 夜城危险了 见宋缺放下了使用刘云三影 柳如月惊叫一声 想要前去帮忙 可是只要体内的元气微微一动 口中忍不住 又吐出了一口鲜血 两枪一声就要向后倒去 柳随风赶紧将他扶住了 门 警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